專輯適合他 就是現在不適合 搞不好你現在所做的 不同的東西 總會有一個歌手 專輯是適合的 然後會等到那個歌手 這其實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當我做了重新人 做了四五年之後 我會發現說我一直不斷的在 把專輯做好看 那除了做好看這件事情之外 我還能讓這個感覺 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說很多設計師的任務就是做好看 做好看這件事變得 很容易 只要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才是做夠的 但除了這件事之外 能不能讓這個 就是說你把這個歌手 除了做好看之外 能不能讓人家覺得說這個歌手 是有屬於最好充滿的 那還有帶一點點那個 反應當下的 除了遊戲圖外 還有一些社會文化上的 一個很厲害 反應說 它可以帶給社會性 所以後來我在做專輯的時候 我就會想比較多 就是說在 在 視覺上 那種 帶給一些 比較深的 遺言 讓遊戲專輯看起來 不是那麼多的 後來有一點點實驗 但是到現在 就你所做過的這些歌手 感覺上好像沒有你做不到的歌手嗎 你有沒有很想合作 但是沒有合作的歌手 或是希望可以幫他塑造 新的專輯 紅毛的歌手 其實我自己也很想做一些 樂團 除了五月份 我很想做 那個 1976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他們的音樂 會想做的 當然是 非常喜歡他們的音樂 但是我自己也在想說 你喜歡的音樂 代表你不適合 你做他們 其實也 可能也是要看一下 那個企劃廣場 是不是 適合我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有人問我說 如果我做非主流的 努力唱片的話 我能不能做這種 其實我也沒辦法確定 因為 我自己覺得說 我對操縱主流的唱片 是在說 反而用的 不會那麼的熟 還是可以維持到 他的質感 但是 如果我自己在做 相交圖那樣的東西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的專業 或者他會出來的 功力不一定可以 一波 射擊人家大哥 因為我覺得 他的性質 是很在這上面 就是可以表情的 但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每一個 你自己最敏感的那樣 那怎麼去定義說 你做這張專輯 不管是流行的 或是非主流的 它是 一張成功的專輯 不管說 也許是從銷售 也許是說 整個 所套路出來的質感 上面來講 你自己覺得 怎麼樣是 你覺得 成功的一個表現 嗯 我覺得專輯包裝 對所謂的 這張專輯其實不成功 在等比率 只是其中的 非常小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 本來一張專輯就是 你很多的 各種音樂的結果 這張企劃的動向 有沒有非常的準確 非常的對 然後 歌手有沒有讓人喜歡 然後 音樂有沒有感到 所有東西 壓總在一起 才可以決定說 這是不是一張成功的專輯 所以我的部分 是把我 自己最專業的 專業的 那一塊去 把它 處理好 做好 其他其實還是要靠 那些東西 那其實有時候 我們常常會講說 一張專輯完整 全部都做好了 感覺什麼東西都對了 這張專輯還是賣不好 其實 其實在唱片圈裡面 常常有一句話說 歌手 真的就是要靠 所有的 一個 人之間的人員 或情 很多歌手 你就覺得說 他就是對 他一定會賣 他一定會賣 就是常常就是靠那種 很奇怪的 那種 情緣跟感情之間 好 其實 中的就中 中的就不中 中的就不中 所以你也會常常 沒有猜中 一個歌手的 小手或是他的成果 的一個狀況 對 其實我自己 在猜東西 這個歌怎麼不會中 這些事情 對 其實像 所以一直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在看 娛樂版就猜 那時候還其實想 大小意思 然後我就看中間 過那個 小手 這個人是誰 應該不會中 結果 再過一個月之後 他大中 我就覺得說 我到底是不適合 做常常設計 可是我後來也做了 他的唱片 做了實驗 做了實驗 對 那這跟你對於 星座很有興趣 是有關的嗎 就是 星座也許可以幫你 預測一些 你有沒有辦法 找我的事情 對 我覺得 星座給我很 很大的安全感 就是說 像我知道你是初女座 他是雙子座 是 然後 這個會對你 對你 身邊的星座 對你什麼意思 就是變成是從 我預先知道 你的星座的時候 我現在在跟你們聊天 就大概 當我不知道 你們星座的時候 就會在這裡 就是心裡面 七上八下 就覺得說 我不夠了解 謝謝 謝謝